做指甲這件事情 我今天看到四大貓臉 是我身為女性 最關注的就是這一篇 當然女性立委的形象 是很重要的 每天要美美出現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相信 除英委員一定是自己化妝 所有的女性委員 應該都是自己化妝吧 但是 高雄安有專人幫她化妝 跟做指甲 跟按摩耶 這個是你寫的啦 Jack 就是李宗廷 他的男朋友 找了一個助理 來負責擋酒 這個助理除了要幫忙按摩 還要做水晶指甲 就是那個光療指甲 要照燈的那一種 還得每天把老闆化成 大家認得的樣子 還誇呼這個人 辦公室薪水最低的那一個 這是在你的列表裡面 最低的那一個就對了 這件事是真的嗎 這件事 因為你還有PO那個光療膠 還有那個筆刷有沒有 大家女生有去做過的 應該都知道 基本的工具大概就這一些 模夾片啊 就大概這一些 因為高雄安他其實不太愛喝酒 他不太愛喝酒 所以就是那個 他男友就幫他找一個 負責擋酒的助理 那為什麼他男友不自己擋咧 男人就是要擋酒 如果男生酒量不好 對就找一個 然後他就還有很多其他業務 他還要會按摩啦 他說他們辦公室有那個一台 就是手要伸進去 然後要照的那個 就是LED燈啊光療機 就是讓你指甲硬掉的那個 對他說裡面他們辦公室有那個 然後就要做 然後他就會幫他做指甲 然後重點他說最重要就是要每天化妝 如果不畫的話 他怕人家認不出他啦 所以那個雙眼皮貼跟假睫毛 就是可能是這個助理去買的就對了 這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比較好奇 按摩是怎樣的按摩 他有講嗎 按摩啊 按摩不就按摩 有分很多種啊 有全身的半身的 辦公室的是哪一個 肩頸的按腳的 價錢各有不同 你們學那張照片很好 柚子的那張照片 這是我們去他臉書找的 就是有做手指有光療的啊 就是看得出來有做過的 對那顆柚子是助理科的 那不是他科的 連這個你都知道 對我們剛好昨天有聽到 因為昨天那個林更年 講了一個柚子的八卦 然後所以他講說 你知道嗎他手上拿科 那顆柚子根本不是他科的 所以您不小心透露 有誰跟你一起喝酒了 但是這件事情剛剛 你有聽到高鴻安說要 採取法律行動嗎 他昨天已經說要告這些助理 但是這件事情 你說面試成功之後呢 會寄一封信給助理 確實啦 我們都會收到確認信嘛 但裡面有這一句 新資俗本辦 營業秘密事項不得透露給任何人 其實那個時候助理 就是三位助理都跟我講 他們有收到 而且他們就提到說 他們也不懂為什麼有提到那句什麼 營業秘密事件 對這裡啦 營業秘密事件 就是月薪四萬塊 你不得跟任何人揭露就對了 但是他們就說為什麼叫做營業秘密事項 然後他們想說很奇怪 他們討論了很久 都想不到說為什麼會這樣子寫 對啊 然後所以也不知道 這有沒有什麼違法的疑慮 因為他們說他還有一些 疑似違反勞基法的那個 切結書 對可是那些他們沒有照片 因為前往就被收走了 他們沒有拍到 對所以沒有辦法跟我當證據 所以這一張也是助理給你的就對了 他截圖給你的 對這就昨天用手機截圖 就是他們講完說 我有我有還沒刪掉 然後就截給我 所以還有還有 還沒完喔 這連載故事很多 翁教授的論文事件 就是翁達瑞爆料那個 讓公安非常起 所以呢 他想叫NCC去處理那些媒體 但是呢 立委私下叫NCC處理媒體很難看 所以為了顧面子 叫助理創幾個Google的假信箱 再寄給NCC檢舉 這件事情有發生嗎 真的有假信箱 對我還知道 然後有去檢舉 對他們 他有叫助理去寄信檢舉 所以這件事確實有發生就對了 說不定你們三例用 一定有的啦 因為就 然後還有真的是 老闆某次去見 老闆是指高鴻安的意思 每一次去見完BB 就是郭台銘 Big Boss 搭車回辦公室 接貨線報 有一群記者在賭他 老闆崩潰在地下室停車場 躲記者不敢上去 還叫助理拿文件下去 地下室給他簽 所以又還Call Jack 開車來載走他 這個要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他其實那個時候 第一次啊 第一次他是去年 去年第一次那個 植魚他論文的時候 他那一陣子就是非常的崩潰 根據助理的講法 他就是情緒上有點不太穩定 然後那天就是開車 因為他本來是開那個 公安本來是有自己的車車嘛 然後下了到地下室以後 因為聽說你上面一堆記者要堵他 所以他就不敢上去啦 然後不敢上去的話 他就那個叫助理 把所有人當天的文件 都下來給他簽 簽完以後他叫那個 行動辦公室就可以了 對就下來簽 然後就一直躲在下面 就不敢見人 然後最後就是他就Call那個 他男友啊 就開另外一台車 他就換車出來 跑走 所以這些事都是真的 然後這個助理還在嗎 做水晶指甲的助理還在辦公室嗎 他先走了 不能說 不能說 所以他有在做其他的 比如說法案的工作嗎 還是他的專職就是這些 他好像比較偏那個什麼助理 就是 行政 幫忙跑行政 行政 隨行啊 對那個我不知道是什麼助理 因為他們都統稱助理 通常我們講說這個叫隨行助理 隨行啊 隨行是有多低 有低於行情嗎 但不是這個 他們說全辦公室最低啊 然後最低還要繳回去 可能不敢講吧 因為他們 畢竟有提到說是營業秘密啊 所以沒有講 但是就是說很 但營業秘密全部都在你手上啊 那如果高黃安告你怎麼辦 他剛剛已經嗆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沒有點名你啦 但是這一連串都是找你啊 他剛剛沒點名我對不對 他沒有點四叉貓這個人 應該不會告我啦 他只有統稱說要採取法律行動 但是他沒有說要告貓 或者是要告那些助理 但是那個問題是在於說 那你要告什麼 你的罪名是什麼 因為怎樣所以你要告他 而且因為貓貓他的連載 他其實都是有途為證 顯然貓貓是有消息來源 並且人家提供了證據 所以貓貓把他連載出來 你這個要告他什麼東西 這只能證明說你這個老闆 在辦公室裡面的各種行徑 讓這些助理覺得太不合理了 太受不了了 覺得你這個罐老闆實在太離譜了 所以才會把這麼多的故事連載 然後告訴這個貓貓 而且其實立法院助理常常都是 會換來換去啦 就是他們可能這一會 其實這個老闆 然後三年之後 可能會跳槽到其他老闆 所以助理之間的訊息流通 其實是極為快速 而且都會知道說哪一家 哪一個辦公室的文化是如何如何 就算你告這些助理 這些消息搞不好都在立法院流傳開來 早就已經知道也不算是什麼秘密 真的立法院沒有秘密的啦 立法院真的沒有什麼秘密的 所以他只是恐嚇而已說 用一個很嚴肅的臉說 我們要採取法律行動 下一個問題都一樣嘛 我要採取法律行動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告 沒有罪名可告 所以不要再這樣子嚇五人了 我突然覺得 身為女性 這個辦公室有非常大的殺文主義 即便你的老闆是個女生 剛剛佩姐有提到 要跟高鴻安挑戰一件事 卸妝素顏 就是以前有個電視節目有沒有 我們先挑戰 先卸眉毛跟眼睛 先卸半邊臉這樣 先卸半邊臉 然後下一階段我們再卸嘴唇那一種 我想挑戰一下 因為看起來 按照貓貓的發表 他辦公室有一個專職 幫他做水晶指甲跟化妝的 而且還要擋酒 那他如果前一天晚上喝酒 就幫老闆擋酒 擋到已經醉醺醺醺了 然後他隔天化的時候 應該會這樣 手抖 眼線手抖變曲曲線 然後如果那樣子的話 可能還會被老闆罵 所以被要求說 每天要化到 讓大家認得出來 我是老闆這樣 那我覺得很想知道說 那要多 對這個化妝師應該算是一個 巧合天空 對他的技巧應該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想挑戰卸妝 所以你的決勝點是什麼 比誰比較跟原本不一樣 對 看卸了之後還有沒有人認得出來 然後做街坊 好 我們就等好不好 選上之後 請高鴻安接受這個挑戰